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本周2 4月16日晚 备受瞩目的阿尔波塔省省选落下帷幕 康尼率领的阿尔省联合保守党UCP大获全胜 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 成功组成多数政府 尽管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又一个省份转栏 无疑再给现任总理小多多增添了一份压力 综合多家英文媒体消息 在周二晚刚刚结束的阿尔省大选中 联合保守党已经成功拿下了36个席位 并在26个选区中保持优势 该党有望拿下62个席位 成功组成多数政府 据悉 联合保守党的党魁康尼 本是前保守党总理哈勃时代的重要内阁成员 由于他曾长期担任过移民部长 并推出过羁押申请案一刀切的改革 所以为不少华人所熟悉 在保守党丢掉了大本营阿省之后 康尼回到那里 将原来的两个右翼政党 眼玫瑰党和保守党联合 这就是如今的UCP 保守党的主要对手 现任执政党NDP则只拿下了11席 并在13个选区中保持优势 可谓损失惨烈 不过NDP至少还能当上官方反对党 同另一个左派政党自由党比起来 算是留了一丝面子 到目前为止 阿省自由党还没有拿到一个席位 并且没有在任何一个选区中领先 这个大选结果丝毫不出人意料 据CBC早前的调查 在4月15日 也就是省选前的最后一天 UCP的受支持率为47.5% 有99%的几率当选 NDP的受支持率为38.2% 阿省自由党的受支持率仅仅2.2% 早前魁省安省的省选中 省民纷纷抛弃左翼的自由党 选择了右翼的保守党执政 如今阿省民心私右也变了天 无疑给现任总理小杜鲁多 又增添了一份压力 今年10月份联邦大选 小杜鲁多所带领的自由党 能否保住执政党的地位 又多了一丝不确定性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 关于被控杀害加拿大13岁 本拿比华裔少女申小雨的 叙利亚男子伊普拉辛阿里的庭审 将再次被延期 很多观众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允许如今明了的案件 也会一拖再拖 据了解 原因是阿里的律师阿尔多斯基 已收到警方大量证据文件 需要审阅为由 要求再次延期一个月 即在5月13日下午2时再开庭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延期了 1月19日 在温哥华省级法庭出庭受审时 阿里的律师 已需警方提供DNA资料等内容为由 要求将案件延期至当地时间3月5日再审理 并获得法官同意 3月5日 阿里再次出庭时 他的律师阿尔多斯基 已未能从警方那里获取足够的证据文件 因此要求再次延期 延期至4月15日 该要求继续获得批准 4月15日 身穿红色球服的阿里再次出庭 他的律师阿尔多斯基继续表示 他于3月底收到控方提供的近3000页新文件 4月初再收到600多个文件以及20多个视频 需要多一个时间审阅及准备 要求再次延期一个月 继续的套路仍在上演 这次又是一个月 2018年9月7日 警方多方排查 逮捕了杀害申小宇的凶手 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28岁男子伊普拉辛阿里 阿里被逮捕被控一起谋杀 并安排在9月14日出庭应讯 出庭受审严惩凶手 这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然而得来的却是一拖再拖的延期 还记得3月5日 嫌犯阿里再次出庭BC省最高人民法院时 庭外仍有来自各方的抗议人士 一如首次庭审一样 举着要求正义 法律和秩序 惩罚凶手以及全面安全检查 加拿大价值观回归和报道真相等标语 谴责政府宽松的难民政策 希望可以严惩凶手 可惜他们的呼喊没有被加拿大的法庭听进去 此次阿里的律师似乎又在以相同的手法拖延着庭审 据媒体报道 在4月15日庭审时 律师阿尔多斯基称收到了凡多的文件 希望再次延期 法官询问检控官是否同意 控方表示没有意见 但法官表示不满 他称此案自2018年以来一直不断拖延 数次庭审丝毫没有进展 这种备受关注的案件不应该一拖再拖 控方在解释新文件不断增加导致拖延的细节时 法官突然打断他的发言 表示不想再听这些数字 在控方再度准备开口时 法官宣布休庭 法官说他需要时间冷静 随后愤然离席 不到一分钟后 法官再度回到法庭 他询问辩方律师需要研制何时开庭 辩方表示希望到5月13日再开庭 法官接受了辩方律师的要求 但告知控辩双方都要抓紧时间处理案件 希望下次开庭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有消息称申小雨的母亲哥哥 以及父亲皆有出席旁听 但并没有媒体证实 但经历一次又一次出席 这一毫无结果的庭审 相比他们心中也是格外痛苦的吧 此前申小雨母亲的发言人曾表示 受害者的母亲不希望该案件成为政治性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在这 要过多的去谈其他因素 只能衷心的希望在下个月的庭审时 案件可以有真实的进展 可以早日严惩凶手 据报道 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中国留学生 在完成学业之后准备回国 并且不再回来了 于是就用信用卡大量买入高价格物品 再以超低价买出 以此套取现金 之后便买单程机票飞回中国 不还卡债一走了之 但是你以为这样做就不会被追查到吗 有专家指出信用卡公司的欠债档案是全球共享的 持卡者的信息都可以进行追踪 即使是逃到了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去 信用卡公司仍然可以雇佣专门的公司进行追讨 而且如果牵涉的数目过大 还可能会引起司法部门的注意 调查是否设计商业诈骗 案例中 有一名来自广州的郑同学 准备买一台手提电脑 经朋友介绍来到温哥华的一间高层公寓中 屋内除了一张双人床外 其余都是各类全新商品 包括大屏幕电视、微波炉、电脑、相机、 名牌钱包及香水等 屋主是个约20岁的华裔男子 直接向郑同学介绍说 自己正准备结束留学生生涯 返回中国 必须马上甩掉这些新买的产品 而且这名华裔男子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就是想用掉信用卡额度套现 回国后就不来了 也不会担心或影响贷款信誉什么的 实际上有如此想法的人还真的有不少 虽然这种方法有一定的数额上限 且容易引起银行注意 但他们认为只要提前计划好 例如按不同时段小额取钱 就能短期内聚集一笔钱去花 之后就立即飞回中国永不回来 对于有留学生回国前刷卡套现 在留加拿大 贝斯信贷咨询协会表示 这种做法非常冒险 因为随着网络系统的发展 全球很多行业都已经实行信息共享 信用卡公司也不例外 所有持卡者的资料都是可以追踪的 即使当事人飞回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只要信用卡公司认为有必要追逃欠款 就会雇佣专门的追债公司讨债 在美国不少的放贷机构为了减轻讨债成本 将追债外判给印度 令该国兴起讨债产业 中国最近几年也出现一些专门帮人越洋讨债的企业 政府部门还有意为进入追债行业者提供职业培训 而且如果信用卡公司怀疑交易数额太大 有人可能设计诈骗 还可向司法部门报备 警方的防止诈骗小组就会介入调查 一旦查明违法 持卡人可能要面对刑事起诉 不要以为信用卡公司很好骗 这些公司大都设立一个风险评估部门 专门了解持卡人的消费习惯 例如有人每个月只是固定加油买菜吃饭 突然有一天要买5000元的电器或者10台电脑 就可能引起怀疑 持卡者可能需要向信用卡公司做出合理解释 才能完成交易 虽然刷爆信用卡后再回国是一种个人行为 但是这样做却会让海外华人集体蒙羞 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 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是信用至上 然而由于太多的华人钻空子 导致无论是海外商家还是平民 都会对华人失去信任 有钱人云集的温哥华 早有北美超跑制度之称 十几万加币的豪车甚至已经不足为奇 因为最近这位在网上炫富的华人富二代表示 自己买了辆车光是税就交了90多万 这一炫竟然炫上了加拿大媒体CTV的新闻 这位名叫陈鼎的中国富二代 看似随意的在Instagram上发了自己买的新车和一张自拍照片 然后还晒出了买车的发票 并吐槽道这个税心好累 仔细一看才发现 他的这辆布加迪凯隆超跑总价高达500万加币 光是税就交了90多万 据了解布加迪是来自法国的超跑品牌 更是被称之为公路航天飞机 这辆车不仅速度快 数量也相当稀少 每年产量仅有50到65辆 目前全球也只有不到200辆 而他的计划总产量仅为500辆 在陈鼎的账单上明确地列出了十几项税额 看得出最让陈鼎忍无可忍的就是 没打马赛克的联邦和省销售税 这辆车的联邦税大约是21万加元 省税则高达70万加元 加起来超过90万 光是这些钱就够买两辆兰博基尼了 之所以税这么高是因为BC省府的豪车税 价格在12万5至14万9999的豪车税率是15% 车价超过15万的豪车税率则高达20% 而这辆价值500多万的超级豪华跑车 自然是要交20%的税的 这还没完 因为陈同学是刷银联全款买下的这辆车 所以账单里还包含了1.7%的银联手续费 高达71,400加元 此处又可以买一辆宝马M3 据售出这辆豪车的Western Performance车行表示 这是一款非常高级的超跑 一般只有懂车的内行人才会欣赏 目前全温哥华只出售了一辆 陈同学住在温哥华市价最贵的豪宅 2015年的买入价高达5180万家元 因为创造了加拿大历史上最豪的住宅交易之一 而登上了加拿大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 这栋位于温哥华顶级豪宅区Point Grid房子占地1.09公顷 内部装修相当豪华 还有私人泳池 影院 图书馆 简直像个城堡 往返中国和加拿大时做的是价值3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 庞巴迪挑战者中型商务喷射机 并且还碰上了自己的名字 私人定制 当然陈同学晒出的这些豪单付款人都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他的父亲陈麦玲 可能有些朋友对他还不太熟悉 现年49岁的陈麦玲养鸭子起家 2001年创立南京鼎业投资集团 投资房地产等实业 现任集团主席 据悉陈麦玲如今已入加拿大国籍 在温哥华还拥有一家投资公司 在这里炒过13处房产 不过在被CTV报道后 陈同学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做法欠妥 便删除自己的Instagram账号 目前已经查无此人 不过还是得提醒一下海外华人 在留学生绑架案 豪车抢劫案频繁的加拿大 各位请拙紧晒单 当联邦实施碳税之后 汽油价格近来不断上涨 司机们没有抱怨之声 但联邦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其实在上个月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 也涨得非常厉害 统计局的报告称 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 加拿大消费者经历了食品价格全面上涨 涨价最多的是新鲜蔬菜 比一年前涨了15.7% 水果则涨了8.6% 肉类的价格上涨幅度小一些 比去年同期涨了1.85% 乳制品和鸡蛋涨了2.46% 烘焙食品的价格则涨在2%左右 总体而言 3月份食品价格指数升至3.6% 而在2月份则是3.2% 物价下跌的方面 包括汽油零售价同比下降4.4% 互联网成本下降9.2% 旅行团定价下降6.4% 由于食品价格全面上涨 将3月份通胀指数推高至1.9% 显著高于今年2月的1.5% 及1月份的1.4% 今年1月1.4%的通胀率 为15个雨来的最低水平 而加拿大央行最关注的核心通胀率 已经突破2% 从2月份的1.9%冲到2.2% 加拿大央行下一个一夕日是在下周三 24日 尽管核心通胀率已经突破2%的控制目标 但经济学家们广泛预期 央行不会宣布加息 最可能的是仍然保持利率不变 据彭博社本周一报道 央行行长波罗兹最近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 已经暗示不会加息 波罗兹表示 央行并不迷信高利率政策 而是要让政策反映出经济状况 因此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加拿大仍然需要继续实施刺激措施 波罗兹所指的经济放缓包括很多方面 包括油价下滑 房市变冷 消费性性下降 GM官场 工作流失等 鉴于加拿大经济增长放缓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最近宣布 调低了加拿大的经济增长预期 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5% 这比今年年初该机构的预测数字1.9% 降低了0.4个百分点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